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徐吧 敬雷都可以 为什么要叫自己老徐啊 其实没有 他已经没有什么老或者小的那个意思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 你小嘛 就是十八九岁 就大家都装老称 然后互相之间都叫老徐啊 老李啊 老刘那种 后来因为好多朋友都是大学同学那边过来的 所以就一直叫老徐老徐 所以已经不意味着说他是老徐和小徐 是说年轻和老的意思 所以挺习惯了 但是您当时上大学的时候 好像就是特别的蔫的那么一个人 对对对 那后来怎么变得很活泼 然后自己还当导演 驾驭那么多人 我其实现在也不是很活泼 我就只跟很熟的人会比较活泼一点 然后但是还是会很认生 然后还是会看到很多的人的时候 会觉得很紧张 那工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工作的时候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工作上 而不是跟人的交往上面 所以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吧 从第一部戏觉得沟通 觉得跟摄影沟通 跟美术沟通是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到现在开始觉得沟通的非常好了 这次您是第一次来中美电影节对吧 但是就带来了三部电影 对因为反正一部也是带三部也是带 对是带来我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电影 第三部电影因为是很试验的那个电影 那它全部都是对白在一个房间里 所以大家干脆不要看电影 如果是不懂中文的话 干脆就看字幕好了 所以就没带来那一部 就是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带来的分别是我和爸爸 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还有杜拉拉生殖记 那徐静雷就是凭借杜拉拉生殖记 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那老徐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再选这部戏 就是那首我知道张一白 他把剧本给你 当时怎么一下就click 说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他是给我小说 他是说 他说看了那个小说 他觉得可能可以改成电影 但他觉得可能我拍比他拍更好 所以他拿小说来给我看 但他那时候不太确定 我会不会喜欢那个小说 因为通常我是看比较 比较文艺一点那种小说 然后 可是我那时候刚好想拍一个 跟我以前的三个电影 不太一样的一个电影 就想尝试一个风格 什么节奏完全完全不一样 因为好玩嘛 我觉得看了《杜拉拉》之后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底子 就是可以往上建立很多东西 然后拍成我想拍的那种 比较都市感 节奏很快那样的一个电影 所以后来我就说好 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把那个小说给买下来 电影版权买下来 然后我就开始找跟两个编剧一起来弄剧本 那当时看的时候 你就已经想象中有四个女生 讲是一个都市的爱情喜剧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非常自信高傲的外企男主管 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改编是有难度的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二十万字的小说嘛 如果变成电影的话 实际上容量大概也就在两三万字左右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底板可以很好 我们所以剧本在当时改动时实际上是比较大的 跟小说并不是很一样 但因为你设计一个剧本嘛 它可能跟小说不太一样 那剧本里面你需要有一些人物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说生蛋静默丑 然后一个戏里要有轻衣要有花旦 要有比较搞笑一点的那种人物 所以后来就保留了三个人物 基本上保留三个人物 然后去掉了几个人物 增加了一个人物 就是Eva实际上是我们后面增加的 因为毕竟Eva是吴佩慈丹演的那个 不是 是李爱 李爱的那个模特儿 就是因为毕竟电影跟文学那种表现形式不一样 然后长度和篇幅也不一样 所以在剧本设计的时候肯定要做很多改动 那你接下来刚刚拍完了《江爱》 然后有另外一个剧本正在准备当中 对《江爱情境行》到底是我演的一个戏 然后我觉得也是 多少年前了 然后你们 也是算是我这么多年来真正算主演的一个戏 因为其他的戏像《同名状》 像《商城》 包括《新宿事件》那些 其实对我来说都有点玩票的兴致 然后跟那些好玩的人去合作 但是《江爱情境行》到底这个是我真正在演一个角色 有这种感觉的一个 这种感觉比较强的一个戏 我有读过你一篇博客特别好玩 就好像是你们公司就是开了那家网络书刊的那个公司 可能哪个职员吧 然后你特别他担心说他三十多岁了 然后他的祖父祖母在为他仇 说怎么还没有抱孙子 你还帮他有一个终婚起誓 那你们家人有没有强迫你干嘛干嘛的 我们家人完全没有 对 我那种我们家那种就是跟真的跟一般的家庭不太一样 就是像我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父母从来没有说你 从来没有催过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 有时候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父母觉得那个谁都不合适 我不知道 对 所以只是最近吧 偶尔他们会提一句 就是说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啊这些 我说没有 好 这个话题就结束了 那我觉得你爸爸好像他什么东西都设计特别好 你看你小的时候把他管你特别严 现在就不管你了 就是任你去飞 但是你当时做导演的时候 你爸爸有没有反对 他没有反对 然后我爸爸是那种 就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我的亲人 比我事业心都强 就我觉得我有时候说 大家说徐晶瑞为什么干那么多事情 我觉得我都被他们逼的 因为他们真的像我父母 很少会跟我谈感情方面的事情 说的永远都是说要好好学习啊 然后要再多读学书啊 然后再多做一些事情啊 我爸爸反而是我那个 有三年没有做导演拍电影的时候 我爸爸天天说我 说你什么的你的正经事情不做 办什么杂志啊 你应该去拍电影 包括我身边还有很家人的那种朋友也是 就是我老被他们撵 就是所以好像大家都没那么关心我的 就我家里人反而没有那么关心我的 那个私人生活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 我爸爸对他对我的教育很自信 他觉得小时候已经该管的 该教育的全都教育 现在我已经可以放手让我出去 撒花了 对 那你爸爸有没有说 要不然咱们再回去做个书法家什么的吧 你看你的字体都专门被那个方正 有一套叫敬雷的简体 简体字 其实他那时候让我学书法 并没有说希望我当一个书法家 他只是觉得 我爸爸怀着一种很朴素的愿望 就是说一个女孩如果字写得漂亮的话 至少不会让人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没文化 所以就他的出发点也就是这样 所以从来我爸爸没说你要当一个书法家 看一下你跟黄力行的合作吧 黄力行 我觉得演员是这样 就是平常你看娱乐新闻的时候 特别多演员 然后满眼都是演员 就是演员很多 可是你每次到要拍戏找角色 就找你这个为你去角色找演员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 然后就是没有人呢 还有谁 然后每次 我又是一个平常不太看电视的人 所以我每次在找演员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旁边的同事 或者我都会上去看娱乐新闻 就是都有什么什么什么人 然后打开他们的照片去看 可是那时候我就没有找到特别合适 但之前也有一个比较合适 但他档期又有点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突然想到 很多年以前 我在筹备另外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推荐黄力行 那个大概是在四年 四年 差不多四年以前了 他很激动 他是黄力行的粉丝 然后他很激动地跟我说 你一定要找他演 我说好吧 那我就上网去查 我看黄力行是谁 然后那时候看了他很多资料 其实对他就很有印象 但后来那个戏没有拍成 然后我再到这个戏 我就每天在发愁 找什么演员 然后我一开始打开电视了 已经 因为我平常根本不看电视 我已经打开电视 然后看所有的娱乐新闻 去查 都有什么人 后来我就有一天突然想到 我说怎么把黄力行给忘了 因为他并不是那种 就是很老经常出来做一些 对对对不是那种 所以你很难会想到他真的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就突然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 我从把黄力行给忘了 所以我就马上打给我的同事 我说你去找谁是谁 去要黄力行的电话 经纪人的电话 然后第二天就要到了 要到我就给他经纪人打电话 然后发剧本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 那你前一阵子在法国拍的戏怎么样 我看有些剧照特别美 在法国那个 因为我们故事是三段 因为那个电视 那个之前是一个电视剧 也算是我拍的 就让大家都知道 我更多的一个电视剧 然后它基本上 我那段是讲大学的初恋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新的戏 就设计了三个结局 就是说一对大学时候的恋人 在可能十年以后 也许他们会结婚了 然后也许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也许他们就是又怎么怎么样了 就是设计出了三种可能性 就这样的一个片子 然后我们在法国拍的是第三部分 而且你们还到 孟德斯丘的那个Castle 住在那边对吗 对 我们住在 我们就住在哪儿 好棒 我跟亚鹏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们三个住在不同的楼层 那我知道那你在导演完 你这一部《生殖记》之后 又监制了一个 麦当劳的广告对不对 对 那当时 为什么又想要做监制呢 其实我算是导演里 拍广告拍的很少的 对 以前拍过AMD的广告 然后拍过一个诺基亚的广告 这次是 我觉得他们的理念很有意思 就是说快乐就是零负担 那其实它是在倡导 有种生活方式嘛 所以就 它就觉得好玩吧 对 那在节目的最后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 《洛杉矶》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觉得快乐是什么 我觉得快乐这个东西呢 其实要说起来也很复杂 因为复杂在哪儿 就是说你每一个阶段 其实你需要快乐的口号 是不一样的 就像座右铭 人家问我说 座右铭是什么 我说每个阶段 我的座右铭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你会说 坚持就是胜利 有的时候你会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这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你处在不同的阶段 那我觉得基本上 快乐来说就是知足 叫说中国人说知足常乐 因为你有多少东西 你都如果你不知足 你都希望有更 再有更多 都会不满足 如果有一点点东西 你就觉得很知足的话 但有的时候 也不能太知足 所以这个很难说 那我知道你来到日记 已经差不多 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然后也在不停地工作 有meeting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你下一部戏的剧本 定好了吗 我下一部的剧本 已经写到了第两稿半 但是现在还不是很满意 然后另外我也在想 因为其实整个电影过程当中 最痛苦的是一头一尾 一头就是做剧本 一尾就是发行 所以我现在处在第一个最痛苦的阶段 因为你现在的每一个文字和句式上的改变 都牵动着将来这个戏的影像是怎样 所以那个会很纠结 然后包括每一个人物 他的性格的设置会怎么样 他的走向会怎么样 甚至是这个戏更drama一些 还是更浪漫喜剧一些 还是更 因为我是讲一个就是banker的 就投资银行的事 还是更商业商战一些 所以我每天就纠结在这些事情里面 那我刚才也跟你 之前我们聊天 你说你觉得那个hear after的节奏太慢了 你觉得你在拍戏的时候 节奏你是怎么掌控的 觉得怎么样的节奏 大家会比较喜欢 看我拍什么样的电影 像我拍前三部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节奏是我的心理节奏 就我不太会去从观众角度想 观众看到当然会怎么样 但是我拍嘟啦啦的时候 我所有的想都不是我的节奏 都是观众的节奏 我都会去站在观众的角度想 好 观众现在坐在电影院里 灯黑了 然后开场 我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我觉得 这个电影还挺有新鲜感的 然后看到第十分钟的时候 如果还没有更新鲜的东西 元素进来的话 如果我是观众会觉得累 然后其实如果商业电影 我觉得就是会想 观众想得非常多 几乎剪接的整个过程都在想观众 那我下一部电影 应该还是偏商业电影 所以会考虑 不像前面三个电影 我不管任何人 我只想我自己觉得 怎样舒服就好 那下一部电影 也是会比较考虑观众的 那有没有想到以后 会跟好莱坞这边的影视公司 有怎样的一个深入的合作呢 这个要看机会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中国人 那中国的电影市场 正在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期 那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 把中国的市场搞好 然后至于美国这边呢 如果有合适的剧本 合适的机会 那当然有好的合作是 等于是一个多出来的一部分嘛 那就很好 但是我的重心肯定还在中国 很感谢你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些 然后我也很期待你下一部的作品 好 希望你下一届的中美电影节 还能来参加 好 谢谢 也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